第四集 雖然眾所期待的《菠色王子十字殺重製版》 還在回憶如重造 不過《菠色王子》系列最新作 《菠色王子失落王冠》 在最佳發表會 Ubisoft Forward 中 釋出了更詳細的實機遊玩影片 《菠色王子失落王冠》是一款相當硬派的平台動作遊戲 這次我們扮演的不是《菠色王子》 而是一名年輕的戰士薩爾貢 必須要深入時間混亂的卡夫山 完成拯救王子的任務 遊戲中除了高難度的平台跳躍 戰鬥強度也很高 我們要揮舞手上的雙刀和弓箭與敵人交手 並善用迴避和招架 使出各種複雜的連段 也可以逐漸學會劍氣和衝鋒等各式必殺技 影片中也展示了使用必殺技破壞對手盾牌的演出 可以預想或許會有需要特定技能才能突破的敵人 而《菠色王子》招牌的時間要素也沒有缺席 我們可以在場上留下殘影 藉由時間回溯來穿越各種障礙 也可以善用這招來打出更加複雜的連段 甚至可以用回溯能力來觸發部分的場地機關 這次操縱時間可不只是你的專利喔 就連敵人也有可能進行回溯 打起來根本就像替身戰鬥 《菠色王子失落王冠》預定2024年1月18日推出 在《石之沙重製版》登場之前 不妨就先來享受一下新感覺的《菠色王子》吧